好,一文消息带你来看到出身台湾彰化的青年艺术家张家祥 姻缘即会来到了花莲丰田村筑村 将筑村期间对丰田历史的观察和感受 融入在自己的创作里头 那么即日起在好地下艺术空间 带来日常不常张家祥个展 透过影像装置的发表来回应自己跟花莲的生活日常 即日起展出到8月18号,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出身于台湾彰化,目前就读国立彰化师范大学美术学系硕士班创作主的张家祥 姻缘即会开启在花莲丰田村筑村 筑村期间往返东西部之间,提起出和日常生活不同的经验 把长期生活在西部的感受和对于来到东部海边的想象 多过影像装置搜集呈现 即日起在好地下艺术空间带来日常不常张家祥个展 日常不常是我对于我来到花莲这边的一个住村经验 然后我想要从这个住村经验去提取一些生活上一些 跟之前生活经验不太一样的那种不常的一个经验 那我这次作品是以录像跟装置为主 那主要都是透过一些影像跟装置 去产生一些我在生活上的一种断裂感 那这种断裂可能是来自于生活上的经验 可能长期生活在西部有关 那我想要试着把这种断裂去抓住 然后它也许是一种比较感性的一个距离 是我一种触摸不到 然后甚至是一种更贴近日常的一个状态 那我的作品就是可能透过收藏海边的一个景象 跟Google Map 还有一些补文灯 还有一些影像输出 那他都在再回应到就是我可能想要去追寻某一个目的地 或者是一个向往某一个景象 可是追到后来我会发现说 其实我终究不是想要真的达到那个状态 而且中间其实中间的那个过程才是最吸引我最迷人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试着把这样的一个过程 用一个日常的一个角度去把它做呈现 然后包含了一些很随手可得的现成物啊 然后去做一些很小小的一个材质上的置换 然后去连接到我的影像本身 去让这个影像跟装置去一个相呼应的一个状态 然后把它完整地呈现在这个展场 展览发想为著称于花莲丰丰田春期间 围绕丰田的历史脉络 将东部西部在地景和文化生活 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产生的断裂感 成为冲作的灵感元素 以一种身体触摸不及的经验 隐藏地景丰沛的情绪 以细微轻松方式 用日常影像经验和现成物 提取并放大这些细微的断裂感 及其展触至8月28日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记者讲方言黄理事报导